美鳳姐 孟靜 美鳳姐 孟靜 美鳳姐 孟靜 其實我進來局職那天 我真的很難忘記我進來局職的那一天 就是1999年的4月19號 其實那天對你們來說應該很普通 那時候你可能還是高中生吧 大學 可是那天對我來說 是意義還蠻重大的一天 因為那天是我加入局職的第一天 而且是我第一次到那種比較正式的公司行號上班 所以那一天你要我忘記 所以我結婚紀念日忘記了 是真的 可是那一天我沒有忘記過耶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那一天 你知道為什麼我進入那一天我很興奮 因為我記得我面試的那一天 我就問了面試我的AM 說請問一下公司有規定穿著嗎 然後她就說沒有啊 你這樣穿也可以來上班啊 然後我去面試的那天我是穿運動服 你有看過人家去面試穿運動服嗎 我那天就是穿那個時候 就是你知道那一種set的運動服 就很美式的那種運動服 然後我就去面試了 然後其實那一天面試的時候 我並沒有抱著就是一定可以進入這家公司的那個態度 因為我覺得我的個性蠻隨性的 我不相信會有正常的公司很好會要我 所以我去面試的時候 你知道她要我的時候 我就這樣啊真的嗎 那你們公司的穿著是怎麼樣 因為我今天穿的有點隨便 他說你這樣穿就可以啦 喔我跟你說她叫我去上班的那天 我多興奮啊 我那天還特別settle了一下 可是我的settle還是穿牛仔褲啦 對所以那天我真的 嗯 是我人生中蠻重要的一天 就是我第一天加入這個大家庭的第一天 我一進來的時候 我並不覺得我是一個新人耶 就是好像一下就融入了這個環境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每個人的年齡都差不多 然後所以你的語言 溝通的語言都還蠻接近的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辦公室 我們那邊的辦公室大概就跟 我們那個單位啦 大概就跟現在這個地方差不多大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partition是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切割 切成了四個位置 然後我坐在其中一個位置 所以我們只要站起來一講話 欸 全部人都聽到了 你根本不用開會喔 你不用開會說要不打什麼東西 就直接站起來講話就對了 其實我還蠻懷念那種日子 會啊 因為那時候公司在創業的時候嘛 你知道嗎 就是人也不多 然後一個人要身兼好幾職 然後 而且那個時候就是年輕你會有一股熱血 然後又加上我們的老闆他的那個渲染力很夠 你知道嗎 你就不知道哪來的熱血 你就一股腦的一直拼命的在做 而且那個時候說實話加班 根本哪有什麼加班 我們那時候平均下班的時間應該都是9點左右 可是有時候還12點 如果是記者會的前一天應該都是很晚了 而且那個時候沒有什麼寄Email 然後給媒體發邀請函這些事情 一定要發實體的邀請函 所以你有時候要去Check名單啊 傳真啊 你就是有一段時間 尤其是便利商店要上市的時候 我們就是每個人大概工作到12點是很正常的 那研發更誇張 那時候的研發是基本上都在公司 早上去的時候還會看到他們拿著牙刷出來刷牙 真的真的 然後還有人帶稅帶到公司去 然後你就看他們24小時好像都以公司為家 然後那個時候的你 你就會覺得自己好像 就是沒有太認真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你那個時候全公司都是這樣的氣氛的時候 你那個什麼9點下班 10點下班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很普通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公司的氣氛就是 每個人都很熱血的在做同樣的一件事情這樣 就是2002年那個時候我們做完天堂 然後接下來又代理到一套遊戲 然後那個時候那套遊戲是拿下 就是亞洲區的代理權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要營造一個氣氛就是 那個記者會我們要營造那個氣氛 那個記者會最主要是產品上市 然後要營造一個3D同時上線的氣氛 然後呢那個時候呢就是 我們做記者會就要負責把影片也伸出來 然後所以前一天我們就去趕那個影片 可是趕出來的影片呢 音軌跟畫面一直接不起來 然後我們就想好沒關係 我們到現場我們可以Cue 就是影片出來的那一秒 我們就馬上Cue那個音軌 這樣子就對起來啦 人算不如天算 就是在那個時候 突出了 畫面 聲音 遲了不知道幾秒 那個影片大概3分鐘 如果我沒記錯大概3分鐘 那一段3分鐘你知道對我來說 他媽的像30年 是真的 然後啊其實那個時候 一直在播的時候我都會想 不知道要找地動還是怎樣 就想跑 就想逃跑 因為太丟臉了 你當下你的生氣是對自己的生氣 你會覺得說怎麼可以 你怎麼可以讓老闆在台上 二三十台的攝影機 前面出了一個這麼大的球 因為人家不會知道是誰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就在台上 然後當下我們就看著那個影片 活生生血淋淋的給他出錯了 我跟另外一個負責那一次記者會的那個雅琳 活動一結束 因為我們還是要把整個場面Cue完 才可以離開嘛 其實後面都已經沒什麼心情在做任何的事情了 然後還好儀式結束之後 訪問 記者訪問完了之後 我們兩個人就殺到後台哭 而且是爆頭痛哭 其實那個痛哭是不能原諒自己犯這樣的錯 另外一個痛哭其實我自己後來想一想是 我們怎麼會讓老闆這麼丟臉的站在台上去 你懂那種感覺嗎 後來結果就哭得稀哩哗哩的時候 老闆走進來說 你們在哭什麼又沒人怪你們 他講這句話 你知道當下我們哭得更淒慘 因為他沒有怪我們 我們怪我們自己啊 你懂那種感覺嗎 別人沒有責怪你 但是你已經把自己自責到死了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Albert有一個 那個時候有一個 就是常常會跟我們這樣講 他就常常說 他可以容許犯錯 但是不可以 不餓過你知道嗎 就是不餓過這樣的概念 就是你一件事情犯錯了 但是這一件事情你在重複犯 同樣的錯他不能原諒 但是你犯錯他可以原諒 你犯錯失誤他可以原諒 因為那不會有人天生就會嘛 那你如果在這個失誤犯錯過程中 有學習到教訓跟經驗 那你就不會再犯第二次 所以他可以原諒一次的犯錯 但是他不可以原諒第二次的犯錯 所以當下我們當然知道說他不會怪我們 可是人是有就是會自我要求的 我覺得我們那一群人 其實自我要求還蠻高的 所以我們是連一點犯錯都不能容忍的 可是當下你知道嗎 你哭得稀哩花啦 然後老大還跑進來跟你說 你們哭什麼我沒有怪你啊 欸天啊那時候看不得有地洞 趕快轉下去消失 那時候我覺得我記得那個時候的畫面就是 我跟柵妮兩個人恨不得就是消失在這個地球上 真的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幹過這種事情 但是我覺得我第一次想要消失在這個地球上 就是那支影片放出來的那一剎那 超想消失在這個地球上 好像很嚴重喔 其實我覺得我沒有特別要跟他們講的啦 但是我覺得我用我自己來講 就是其實我加入遊戲橘子 我是覺得這是我人生中非常幸運的一件事情 也是很榮耀的事情 我覺得其實以前啊 我忘了誰說過他以橘子人為榮 其實我從進來公司大概 好像是便利商店上市之後 我就一直以身為橘子人為榮 對我覺得只要你付出真的熱情 真心的去對待你的工作夥伴的話 我覺得你以後你都會知道說 你就會發現你真的會以橘子人為榮 你身為橘子人為榮 真的 你會的啦 其實橘子對我來說是家 它不像是 它不像是我的工作的公司 它對我來說如果要多貼切一點 它就是我的家 因為這裡有我的兄弟姐妹 然後來到這裡我就覺得像回到家一樣 有時候我真的會忘記我自己是在工作 是真的 有時候我欸 反正就你已經把工作跟生活融入在一起 所以你會忘記說你是在工作 對 所以你問我 所以其實你不要問我說 你愛不愛你的家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它對我來說是家 我會想要來問你 就會想要去照顧 你仔細說 你沒有碰到家 如果你有個泡沼 我坐 你